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分别是我爱罗 康九兰 首局 他们是来参加中冷选拔的 这是由下冷升级为中冷的考试 而明冷等人也恰好要参加 之后中冷分离 很快就到了选拔开始的时间 现场绿衣服的小李直接向小英表白 但是小英却以眉毛太浓而拒绝了他 小李的班级还有两人 分别是日向明次和天天 小李还向左柱提出了单挑邀请 他展现了强大的实力 接连击飞了明冷和左柱 忍者世界有三种术 分别是忍术 体术 幻术 而小李只会单纯的体术 他的体术快到左柱无法跟上 之后小李还把左柱踢到空中 准备使用大招 但是却被赶到的阿凯老师制止了 小李见到凯眼泪流满面 师徒俩抱头痛哭 之后凯带着小李离去 随后第七班来到考场 现场人山人海 之前名人的同学也贺兰在列 他们就是与第七班合称墓业十二小强的小李 第四如果有人得零分则全员出局 名人对此非常头疼 而左柱和其他人领悟 这其实是考察作弊能力 于是众人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开始作弊 楚田只是想让名人看自己的卷子 但是却被名人义正言辞的拒绝了 这时主考官修改了规则 他让大家自主选择是否回答第十题 放弃的话这次考试就作废 但如果答错 将永远失去凶人考试的资格 许多人就此放弃离开 但为了成为火影的梦想 名人果断举手大喊 我怎么会放弃 我要贯彻自己的冷道 意外的是 主考官突然宣布在场的众人考试合格 原来这次考试分别考验的是情报能力和意志力 通过鄙视的众人 顺利见到了第二场考试的主考官红豆 红豆把大家带到了考试地点 史文森林 比赛给每一株考生发了一个卷轴 卷轴分别有天和地 只有集齐天地两个卷轴 并到达终点的小组才能通过考试 在终点前也不允许看卷轴的内容 考试正式开始 第七帮商人开始向终点前进 但是佐助却识破身边的名人是假的 原来真正的名人在独自如厕时 被一条巨蟒给吞了 而变成名人的人就是大蛇王 他要抢夺佐助手里的卷轴 他仅仅用杀气就让佐助无法动弹 但是佐助用苦无刺伤了自己 恢复了行动 名人这边也用影分身撑爆了巨蟒 并来到佐助身边挡住了大蛇王的进攻 看到强大的对手 佐助为了保住大家的性命 决定把卷轴交给大蛇王 但是名人抢走卷轴并狠狠打了佐助 他表示如此懦弱的佐助不是我所认识的佐助 之后名人引动了体内久尾的力量 独自面对大蛇王 可是大蛇王的实力非常强大 他轻松把名人打飞 之后他还冲向佐助 但是名人再次挡在了佐助身前 大蛇王随即对名人使用了五行分印 将他体内爆发的九尾查克拉分印住 名人昏了过去 受到名人的刺激 佐助决心迎战大蛇王 他直接开启了血轮叶 然后开始了和大蛇王的对战 佐助爆发了惊人的战斗力 在拳脚功夫上和大蛇王不相上下 甚至还使用丝线控制了大蛇王 并用火盾烧穿了对手的尾砖 大蛇王这时表示 他很想得到佐助的身体 随后他突然伸长了脖子 咬住了佐助 佐助脖子上马上形成了一个咒印 大蛇王表示这是他送给佐助的力量 之后他就走了 而佐助也痛苦的昏了过去 森林中 红豆找到了大蛇王 原来红豆曾是大蛇王的弟子 并且也拥有咒印 但是双方已经反目 红豆还被大蛇王打伤 大蛇王表示 他想让佐助成为自己的龙器 之后便悄然离去 小鹰这边 他独自照顾受伤的佐助和名人 可是鹰冷村的人却突然出现 他们受到大蛇王之命前来抓捕佐助 原来鹰冷村只有大蛇王一手建立 就在此时 小李赶到 秋分中的小李展现了专属于他的那份帅气 他独自迎战敌人 只见他将奔代哥踢到空中 随后用手缠住对手 转向地面 此招名为表莲华 可是鹰冷村的萨克却将地板变为海绵 奔代哥逃过一劫 小李则因为表莲华的使用 让身体复合过大 他被奔代哥用音波攻击 失去了一时 小鹰也被长发姐抓住 一直以来 落落的小鹰想起了名人和佐助的坚强 他一然割断了长发 脱离了控制 并直接咬住了对手 原本躲在一旁的猪鹿蝶三人组 被小鹰的举动深深感动 他们现身和鹰冷村重人展开对峙 丁刺便身为漏球攻击敌人 鹿王也用影子模仿术控制住了奔代哥 影子模仿术顾名思义 只要被鹿王控制的影子抓住 对手就只能做出和鹿王一样的动作 井叶则向长发姐使出了心转身之术 这个冷术可以将自己的意识 传入对手体内 从而控制对手 缺点就是被控制者所受的伤害 也会传导到本体 因冷村的萨克不顾同伴的安危 直接攻击被控制的长发姐 井叶和丁刺都被攻击波及 并失去战斗力 鹿王的影子模仿术也到了5分钟的实现 局面瞬间翻转 这时佐助苏醒了过来 他身上缠绕黑色的咒印 并散发出强大的力量 他将萨克的双手深深掰断 此时的佐助充满了杀戮的欲望 好在小鹰抱住了他 佐助才恢复了平静 奔代哥见状也放下了自己的卷轴 并带着萨克离开 佐助为咒印的力量感到吃惊 另一边 牙已经到达终点 他在路上还看到了杀冷村的我爱罗 控制沙子掠杀对手 他对我爱罗的实力感到深深的恐惧 第七班这里 他们已经恢复了健康 好奇心万圣的名人还想偷看卷轴 好在突然出现的兜阻止了他的行为 随后兜还带着第七班成功抵达终点 大家通过考核 可是兜在与第七班分别后 他偷偷见了大蛇王 原来他也是大蛇王的手下 紧接着通过考核的人来到一个比武场 火影表示要阻止一场预选赛 规则就是一对一决斗 胜利者才可以进入第三轮考试 都却主动提出了退赛 原来每次中轮考试 他都是这么退出的 佐助这时受到了咒印的侵蚀 咒印会影响佐助的查克拉和血轮炎使用 可是他仍然坚持双赛 很快比赛开始 第一场是佐助对战墨镜哥 墨镜哥的能力是吸收对手的查克拉 由于咒印的影响 佐助陷入了恐战 墨镜哥也是大蛇王手下 他的目的就是逼迫佐助使用咒印的力量 好在佐助先前复制过小李的体数绝招 他将对手踢到空中 并使出了连环攻击 狮子连弹击败对手 最后卡卡西带走佐助治疗 第二场是智奶对战萨克 智奶属于木叶村虚虫一族 他的能力是控制虫子攻击对手 先前断手的萨克此时表示 他的手臂已经恢复 他还打算用空气炮击败智奶 然而他的手却突然爆炸开来 原来智奶偷偷用虫子堵住了对手 释放空气炮的昏穴 智奶由此晋级第二轮 另一边大蛇王找到了卡卡西和佐助 他表示佐助为了复仇 一定会再去找他 之后他便离去了 第三场由堪九兰对战眼镜哥 堪九兰是傀儡师 他通过控制傀儡 藏住对手轻松获胜 第四场是小英对战景也 一阵拳脚功夫后 景也通过心转伸直术控制了小英 可是银人的助威生唤醒了小英的第二人格 小英就这样解除了控制 之后双方同时逆劫倒地 裁判判定双方平手 两人携手出局 第五场是天天对战手局 天天的能力是使用暗器 而手局的能力是分盾 他能将天天的暗器全部刮飞 之后他还释放了冷素 炎優成功击败了天天 第六场是陆王对战长发简 长发简的能力是晃速 他可以通过铃铛让人产生晃节 可是他却意外的被陆王控制 原来陆王把自己的影子毁端成现了影子 从而成功控制了对手 之后陆王控制对手撞向墙壁 成功击败了长发简 其实陆王的真实能力并不是影子控制术 而是他超乎常人的智商 第七场是明人对战牙 牙的能力是拟兽战法 他爆发出野兽一般的力量和速度 击飞了明人 之后他还和自己的狗狗刺王联手攻击 一阵乱战后 刺王被明人制服 而明人则变成了刺王的样子咬住了牙 之后牙给刺王喂食了提升战斗力的冰凉王 刺王从小奶狗变身成了大狼狗 最后刺王更使用冷术变成了牙 他们使出绝技牙通牙打倒了明人 但是明人靠着自己的意志站了起来 他还在混乱中变成了牙的模样 三个牙面面相去 真正的牙闻出明人的味道 并一拳打飞了他 然而被打飞的牙却变成了刺王 真牙赶忙回头把另一个假牙打倒 结果出了意料 被打飞的假牙也变成了刺王 原来牙第一个打倒的就是明人 但是明人却集中生智变成了刺王的模样 自此小奶狗刺王失去战斗力 明人和牙开始了公平的一对一 随后牙的攻击让明人手满脚乱 明人形势危急 就在这时明人一个意外的屁烂闹到身后 嗅觉灵敏的牙失去了战斗力 他趁机施掌了影分身之术 并copy了佐助的狮子连弹击败了牙 明人成功晋级 第八场甚至向家族内战 明次对战除田 明次是日向家族的庞系 他仇恨者嫡系的除田 而除田本性懦弱且善良 他一直暗恋着勇敢的明人 原本想要弃权的他 在明人的鼓励下决定与明次一决胜负 两人开启了白眼 白眼是日向家族特有的能力 他可以观察对手体内的查克拉流动 之后两人相互攻击 但是明次是日向家族的天才 实力强大 他分住了除田的查克拉穴道 这时无法运用查克拉的除田 展现了和明人一样的冷道 他坚持与明次进行战斗 可是实力的差距无法弥补 除田还是被打败并深受重伤 明人为了替除田讨回公道 他用除田的血发誓 一定会打败明次 第九场是我爱罗对战小李 小李彻底解放了自己 他解下了手脚上可怕的负重 并展现了惊人的速度 我爱罗的沙子甚至都跟不上小李的速度 小李成为首个攻击到我爱罗的人 他还用表莲华技能将我爱罗砸向地面 可是被砸倒的是我爱罗的替身 接着我爱罗用沙子疯狂攻击小李 为了战胜我爱罗 小李开启了八门盾甲 八门盾甲可以打开使用着身体内的查克拉穴道 简称开门 每开一扇门就会爆发强大的力量 如果八门齐开 知数则将会获得强大的力量 可是也会失去生命 此时小李开启了五门 并打着我爱罗不成人形 第4章 这得可视吗 硬匀 准子 简单 一快 翙雷 如果你是不,'aga 比 pointed 恐が荒到的老化 但是他自己也受到了极大的复合 动作为之一顿 趁此机会 我埃罗用沙子打断了小李的左臂和左腿 就在我埃罗要痛下杀手时 阿凯出手阻止了他 小李也再次站了起来 虽然他已经失去意识 但是他还要坚持战斗 小李的表现震撼了在场所有人 大家都对这个狼烧青春的小伙子另眼相看 这时凯抱着小李说 你已经是一名优秀的忍者了 之后他把小李交给了医疗班 医疗班则表示 小李的伤可能会让他无法成为忍者 第十场是丁翅队长奔代哥 丁翅的能力是漏球攻击 奔代哥则通过音波击败了丁翅 至此预选赛全部结束 晋级者将在一个月后进行第三轮比赛 火影还亲自为大家抽签 第一场便是火星赚地球班的 名人对战名次 名人是否能为除田讨回公道 我们下期再说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统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